诶 厉害我要去投摸 没错我失业了 诶 就是说与其说失业呢 应该是说我自己也是没有心 想要去做我之前那一个工作 导致说 我有点想要就是转换跑道 很幸运的是那公司听过我的想法 之后呢 然后我可以开下资狗的这个方式离职 开下资狗反正是对我非常有利 然后呢今天算是我 失业的第一天所以我想要做一个记录一下 但是呢这一集呢 是LIFESTYLE不是VLOG 其实啊我认为 很多人会把失业 变成失意 很多人在失业的时候会有一种 比较负面的想法 对我来讲呢 失业它是一种转变 它甚至是一种让你成长的机会 在失业这一段期间 无助 他不知道他下一个 收入在哪里 每个人的想法可能是不一样 可你的想法是你想要在一家公司安稳的工作 甚至说可以工作到退休 但是呢我觉得现在这个时代不管是疫情 还是说很多工作模式都已经改变了 像我们这种接触电脑在任何地方都可以工作的话 未来的发展我想要变成说可以边旅行边工作 因为这对我们这种content creator 我们是执行企划的一种动态摄影师 对 然后我的专长是形象摄影 商品摄影之类的 但是呢我自己都觉得我自己的能力 还不到我心里面想要的那个level 所以我也是一直积极的去参与一些比赛 不管有没有得名我是给自己一些challenge的一些机会 我 hinguage blandesome Bret 柄 bre 4 3 4 4 1 面對未來呢 我知道你可能是非常的徬徨 甚至說很有壓力 不管你有沒有家庭 我覺得這都會過去的 不管是疫情 還是說甚至說 現在你在日本打拚的時候 遇到很多挫折 甚至有很多很難過的關 但是相信我 關關難過關關過 如果說你跟我一樣 目前都有失業這個問題的話 歡迎你在底下留言給我 甚至說發Email給我都沒有關係 因為呢 我們都是在同一條船上 相信我 你失業一定沒有比我慘 我有兩個小孩 我存款呢也是夠用 讓你也能夠過得很好 在這現在那麼嚴峻的環境下 我是偷摸 我們會在我們下一次的影片再見 掰掰 掰掰